大家早安 非常高兴这个一个月一度的演讲 今天在这边遇到大家了 那今天的主题是 长照2.0 长期照顾问题多 那大医师会将分享自身的经验 带大家了解 在照顾父母或者是说 甚至自己需要被照顾的时候 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 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以及如何去克服政治心理上 需要有什么样的准备 那我们再首先也感谢南华记者上胡仁 下为就是法师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 那么首先我们请法师来 现在我们带我们做前行 各位学员我们一同学习 大家先请请力 我们在佛堂要先跟佛菩萨领佛山 因为这里不好拜 我们就用三问训 来 请大家合掌 我们用恭敬的心 清静的心 礼佛等一下 也是用清静注意的心 听那一支 做这个精辟的演讲 来 礼佛山问训 一问训 一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好 向你讲师 也问训 好 大家 谢谢 那个虽然疫情比较解封 那我们那个 灾众的那个 师长 我们还是带口罩 那一开始 那一开始 那个感谢南法金社 还有那个 诸位菩萨志工的帮忙 让我们今天还是能够 如期顺利的上课 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 是长照的问题 那刚才那个 我们那个主持人跟我们讲 那个 上次的演讲 事实上他很认真 他已经把 那个 那个 扫成一个 一个很好的档案 然后 那个 简洁的效果也很好 这个如果 那个 各位你之后没有扫到 那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群组 那个群组 就在这个 海报的那个群组 所以你不用紧 你等一下下课 你就直接到海报那边 扫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那个 那个前置的 的 的的影片 那我们都想要过一个 理想的晚年生活 但是 有些同 有些朋友 就说 他就只想来听 第四堂课 第五堂课 或第六堂课 我想那样的想法是一个太天真了 就好像我们的学生 他都想说 哦 我想要考上 那个 台南女中 台南一中 结果 都不知道要准备哪些功课 他就想考上了 怎么可能 所以今天这堂课重要 虽然名称没有那么响亮 但是 他却是基本功啊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生命后期会遇到哪些问题啊 你要知道之后 你才有可能去 克服他嘛 那刚好这个议题也是我们协会四个宗旨中的第二个宗旨 就是 就是 回复生命尊严 前面第一 第一个宗旨 就是把大家身体照顾好了 那再来 生命的末段和临终那部分 要怎样去 面对他跟克服他 调查一下 在座 六十岁以上的请举手一下 好 请放下 五十岁以下的请举手一下 好 那请站起来一下 这几位要跟他鼓励一下 趟来 一定要收入 几位要跟他鼓励一下 其实 我觉得 要留心 要有个小孩 亢装啊 不是这样吗 你觉得 现在还好 在照顾长辈的请举手 还不少 还不少 大负 大负 尽 但我們大部分的人必須要被照顧 未來再十年 但是你的小孩根本不知道 所以各位來這邊還要長智慧 下次你就跟家人講說 來來今天陪爸爸媽去聽年講 然後晚上吃大餐 這個錢不要省 就像我父母 有夠省 省到大家就知道 省到年輕就很節儉 小孩成就之後 他也是生活一樣 所以竟然一個月三四萬塊的生活 會吃到肌無力吃到營養不良 我就問說 你這省是要做什麼 他說要省孫 他說你孫 每當都吃比你更好 你要省孫 所以真的要長智慧 你要讓你的小孩來 這些事情很多沒做到的 我們自己本身是不是要負責任 我們小孩是要帶的 是要教的 不然我們幹嘛到學校 好 今天我就會講一些案例 來撞擊大家一下 第一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 這是我腳還沒受傷前的一個個案 當然圖片 這個圖片不是我真實個案 我從網路抓下來的 他一開始就像這樣 大家都可以好好走路 然後說可能痠痛 然後後來發現可能脊椎出問題 就開刀 開了那個刀之後 結果傷口就一直癒合不好 癒合不好 然後後來就很難照顧 然後後來又感染 結果整個腎就壞掉了 就洗腎了 所以我第一次去看他 發現 他說我以前半年前可好好可以走 待一間餘後 就倒在臉上了 那半年後 我再去看他 這一直長期臥寵的 各位你就知道 他的筋骨頭很硬 腳、手都很硬 然後他就已經半年都沒下來了 所以他就更軟說了 再過半年 我大概半年去看他一次 再過半年就應該好好去看他 這更軟說了 他跟我說 生不如死 他意思跟我們一樣清清楚楚 他這就沒辦法下床 在家裡 請問 如果你是這位患者的家屬 你會想怎麼幫助他 做玉芬 玉芬大姐有沒有來 還沒到 不敢舉手 那個字路 字路 你幫他按摩 所以你不用工作 你不用工作 現在實際的例子放在你身上 你也不會按摩 你也不會按摩 想按摩也沒辦法按摩 因為你要工作 所以怎麼辦 尋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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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誰資源 尋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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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那些兄弟 尋求資源 尋求資源 我會尋求悉尼善的慰藉 看一些佛書 希望家人尋求一些復健 如果經濟不允許的話 我可能自己就會比較焦急 然後讓自己想尋求比較好的戰鬥 好像也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 所以可能就會比較蕭纏 好請坐 屬英已經照顧兩個長者 所以他有一些想法 大部分的人 各位你想想看 你說你想看書 你一直躺著看 各位你可以練習啊 三天就好啊 你就躺著啊 你就躺在床上 好你看你多會看 你要心靈要怎麼樣解脫 我看你可能會 從新娘轉到抱怨 說 我讓我來當志工 結果還是要讓我一直躺在床上 如果你是醫生呢 你要怎麼樣去協助他 如果我是醫生的話 就應該屬於專業人員 他就要想辦法用我的專業去幫忙 比如說我學到的 可以幫他怎麼去控制病情 去解除 減緩緩和 那我們的專業 最專業就是開導 然後再來比較穩定 就是出院 出院之後是誰要照顧 都是家人 所以我們要把一個人照顧好 事實上 兩端都很重要 我們要 開完 傷口照顧完之後 後續那你要怎麼辦 那才是 考驗的開始 但那考驗的開始 我們頂多就下order 下政策 執行的都是各位啊 大部分的家屬有的人 不堪負荷會送到安良院 那安良院能夠照顧他的傷口嗎 不容易耶 三餐那個盥洗 大概就會花掉很多時間了 要傷口要好好照顧 是很難 所以我第二次第三次去看他 我就覺得這個 沒希望 沒希望就是說 他大概只能一直 過床了 再等一下各位 你看到我照顧我父母的案例 這種案例是有機會的 所以是尋求資源的機制不夠 家庭支持的力量不夠 他又請長照2.0 他等級也算高啊 一個月三四萬塊 光是按摩是不夠的 他做的傷口照顧好之後 他再來就是 要能夠走路 他如果沒有 其實他在短期間 兩個月內能夠訓練走路 大概就一直要躺下去了 應該也是不好意思打算一下 因為我剛好大傘 他就是在家戶病房一個月 大概 喂 他那個在家戶病房裡面 一個月出頭 然後就出來就激少症 然後就躺在那邊 但是他意識都非常清醒的 可是他有一點免疫系統的問題 所以呢 過年的時候他是有 可以起來復健 但是現在呢 又進醫院了 然後又不能復健了 這就是肌無力嘛 那像如果說超過半年以上 你認為 他復健成功 可以起來走的機力大不大 因為他是意識非常清醒的 嗯 我覺得可以耶 你上網查那個自力資源 就是主要在做這樣的事情 就等一下 我那個介紹後面的案例 會把這部分補強 超過半年還可以 你只要有行有協助單位 大概都可以 但是 能夠做到那樣機制的人 大概十個人可能找不到一個 一百個人可能找到兩三個已經了不起了 協助的資源最重要 嗯 好 那 在家裡如果照顧不好 或是沒能力 大家都要工作 又捨不得我們的長輩離開 那大概就會到安養院了嘛 對不對 養護中心了嘛 那養護中心大概有兩個族群 一個就是 欸 可以跟各位大家行走的 嗯 那他可能頂多鼻味管、尿管 那另外一個族群大概就是都要臥床 這個案例是上個禮拜有提到 欸 上次有提到嘛 就我爸住院的隔壁床嘛 啊 各位 覺得不用吃飯自己就可以生活的活得很好的請舉手 要嘛 所以我們都要營養嘛對不對 那 躺負的人也需要啊 所以 現在在幹嘛 管罐嘛 管罐嘛 所以管罐 目前是最簡單幫忙維生的機制之一啦 那 那 他副理人員事上 都很忙喔 你看他邊管罐還邊做紀錄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會抱怨說 哦 各級都都不來啦 你不知道 那醫院的工作 哦 真沒用的啊 他也是領人家薪水啊 他也不可能不做事 但是問題是 他真的做不完 所以各位等一下 我介紹我 我照顧我媽的案例 你會知道 哦 真的是 困難重重 那 現在是在幹嘛 屏幕拉起來 在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擦拭 他大概很難像我們這樣 那麼享受去沖水 各位這種感覺 你都可以體驗看看 你就躺在床上三天一個禮拜啊 不太能夠動啊 然後 洗澡 也沒得幫忙洗 頂多就擦一擦 他們也不太會流汗 這是事實 但是 一張 對面的一個床 他哀嚎聲 這邊 這邊是沒有聽到哀嚎聲 他意思也是 對面那張床意思也是很清楚 但是 他就不舒服 可能也是怪 父女人怎麼都沒有關心我 然後就 那個哀嚎叫 叫隨時都在叫 沒有人受得了 沒有人受得了 所以 三人床就只有他住而已 這是晚上時間 晚上我在隔壁床 我陪我父親 然後 我沒看過他家人 在我爸住院期間 中間這一床的阿姨 他也往生了 那往生 我來接走 我沒有聽到哭聲 可能他 到底小孩有沒有在身邊 我也不知道 好像只有教會的朋友 幫他領回去 我在想 我們曾幾何時 我們臨終的方式 怎麼會這麼 覺得不溫暖 太 太 冷清了 太 沒有 那個 莊重尊嚴 這個問題 我們 是不是要思考一下 怎麼樣未來 怎麼去克武和命對這樣 我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在家裡 一個就在安養院 一個就在安養院 底下上個案例 都是我們家自己的 所以 相片都是最真實的 現在個資法 你不好去抓 我們家都佛生日 各位看 來 108年代 12月的時候 我父親住院 我爸住院前 他中年的時候就車禍 然後後來有開刀 那 常常需要一個住行器 我曾經建議他 不要拿一支關子 不要拿像這樣的關子 就最好這樣 骨架比較不歪掉 他根本不接受 他說 那老黑人在客的 他就不要不拿 結果 用這樣走 走久了 極致就歪掉了 那歪掉之後 一跌倒 哇 就沉慘了 歪掉之後 歪掉之後 那骨架就很歪 他睡覺幾乎都沒辦法好好睡 他睡覺都 你看 正的時候 這樣斜下去 這都歪 歪這項 那睡覺 只能都側著睡 然後 剛剛是108年 年底 他在那一年 就 常常 因為他 他算堅強 那都還走去那個公園 那個我們那裡公園大概 大概 可能500公尺 可能還不到 500公尺 差不多有 他走到公園 然後再走回來 有好幾次 在走的過程中 就溫潰了 我都是被事後才通知 我媽說 很懶惰的人 他就自己照顧 送到醫院 覺得沒事他就回來 穩定他才跟我講 所以我常常都是事後才知道 那時候我對肌無力 就剛剛那個 老實講 肌無力 那個認識也不是很清楚 那在於 那 紀無力 這個 這個 怎麼樣情況會發生 最常見的就是 高齡長者 他主要是因為 肌肉衰退 肌肉減少 你看我們這正常的 肉 這是肉 這是肉 正常的肉 是很厚實的 很紮實的 你看 那 紀無力 肉 就是這樣鬆鬆 人人摸下去 都軟軟這樣 據統計 65歲 剛才我們講 我們這邊60歲以上 就佔大部分 大概有五分之一是 肌少症 你看我們來這邊的 幾乎是 目前應該是沒有 所以 在外面的人 你看不見的人 他又超過五分之一 可能就四分之一 也就是 我們這邊都是 陽光看得到的人 陽光照不到的人 你看隱藏多少 他可能有一些 我們疾病就先不看 癌症啊 那個 神經的問題 那面先不看 那造成的最常見就是 老化跟營養不良 運動是讓我們 延緩老化的一個好方法 所以 年紀大了也要補充營養 我們瑜伽張老師 你看瑜伽專家 他我覺得 他就是營養不良 他覺得都 我就吃一餐就好了 年輕的時候還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在 肌肉在退化之後 你沒有適當的補充 他肌肉就越來越少 所以在12月底 有一次我回家 他就 那時候大概 兩三個月 有時候三個月才會回去一次 因為很忙 因為 那時候一年50場公益演講 每個禮拜都在 那個協會這邊在忙 所以能夠回家時間 在電視上 三個月大概一次 回去 結果那一天 就在那一天 我回去前一兩個小時 我媽 他們去拜拜 回來說 看見我爸 就趴倒在地板上 爬不起來 他們回來才把它弄起來 回去看 觀察 他還能夠吃飯 他 講話 走路 比較沒力氣 我想說 那這樣應該再觀察 應該不至於到急診室 不過到晚上我觀察到 他要睡覺 他大概 因為他走路已經 很沒力氣 走不幾步 就要穩下這樣 那他 他已經 很久都沒辦法到二樓睡了 他睡一樓客廳 一樓客廳那時候 都還睡那個摺疊椅 你看摺疊椅都幾乎而已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要 我都睡摺疊椅 表示你還有力氣 那是要出腳的力 要這樣 我就看他在做的時候 我就跟媽媽說 我們要來買一樓層 隔天我們就去看床 看好之後 結果 要送回來 要定床床 可能當天沒有 要過一兩天 什麼時候回到 我媽說不行不行 要看日子 天啊 對 人家過不去 要再看日子 我們民間多少菩薩是這樣 我是在這樣生活 家庭長大的 我很理性 但遇到我父母是很堅持的 他們的堅持 我覺得是有原因的 任何事情 我只要看到 我都可以慢慢推想到他的原因 沒有人要這麼固執 事實上 他就是從他的思想中 他覺得他有在這個堅持中得到好處 因為他們 以前很貧苦 然後 生活很不如意 然後 常受欺負 然後 有苦 沒辦法訴苦 所以他的民間信仰給他很大的支持力量 兄弟沒辦法幫忙 朋友沒辦法幫忙 也沒有寺院 也沒有那個 所以他是很孤單的 他跟我父親 是很孤單 奮鬥的人 所以 民間信仰就在他生命中 佔了最大的成分 然後再加上 我跟我哥哥 我哥是法官 我姐姐是老師 他覺得 喔 這是神明賜給他的 這個問題就很難解 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 那都我自己認真讀書的 問題是 沒辦法 他很堅持 我就很氣 我在急診室待過 我說 這 這沒辦法 你急診 可以 病人說 你看你急就過來急診嗎 要處理 他不允許 我們叫他 他 因為 他 他 李家 長家 很久有他的祖見 他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就很生 又 有出問題要負責任 他 他也覺得 好 沒關係 其實你看他那個賭氣 事實上 他也沒惡意 父母怎麼會有惡意 他覺得他還可以支撐這個家 好啊 我來支撐 我來支撐 他意思是這樣 結果真的他有辦法支撐嗎 因為那時候家裡沒有監視器 我都不知道 他也沒講 打電話他也沒講 然後隔一兩天 我姐姐 打電話跟我講 爸 又跌倒 結果有一次半夜 有一天半夜就在浴室跌倒 然後 我爸中我媽也抱他不起來啊 結果硬要抱 結果抱到 結果我媽媽 要破性骨折 他覺得他可以拍啊 他覺得他可以拍啊 我們會覺得 這些菩薩真的是善良 但是沒有智慧 他又很堅持 要怎樣 這苦難自己招來的呢 老天爺 派我來跟他說 那個 結果他也不接受啊 他不接受又怪神明說 怎麼沒有提醒啊 沒有幫忙啊 沒有事先指點 跟神明對話我是很有經驗 我很經驗不是說 我會感應 是 因為我從小 我就陪我父母 她吃苦嘛 到心裡沒辦法去解脫 所以我就陪她 因為她是入港人 入港廟宇 就很那個嘛 愛很心聖嘛 所以 我常常跟她到處去 去那個 有時候 那個半夜還去 那個地藏王菩薩那邊 那個 請求幫忙 我都經歷過啊 像我哥 在班人有時候 那個 我們家神明有時候 會 提醒說 哪時候遇到什麼案件 要小心 要注意不要跟人家誤判 所以這種事情 在我來看 很 不陌生啊 這樣的人就是有她的堅持在 我們等一下 這樣的堅持後來會遇到什麼事情 好 結果半夜 她自己就受傷 她自己也抱不動啊 怎麼 她也沒打電話給我呢 打給我也沒用啊 我是台南啊 所以 就 打電話給鄰居 所以 鄰居半夜 去幫忙把她扶起來 我還是不知道是我姐姐跟我講 她還想哲言 她想說 她答應我了 那 那 那 姐姐跟我講 那我就說 那 那就先到醫院去檢查看看 看 是不是有真的大問題 到醫院 喔 電腦都很做了 然後看 欸 還好 她都摁下去 都沒那麼摁下去而已 是沒那麼摁不起來而已 這回去休息啦 這回去休息啦 現在問題來了 回去怎麼休息 沒有床 怎麼休息 他爬不去臉 沒那麼休息 不然拜託啦 那個到醫院 拜託她收住院 那 急診醫生也是覺得 這收住院喔 結果收到病房上 喔 整個都做了 電腦斷層 結果入院又發燒 要行動草原波骨髓院檢查 我覺得 電腦斷層骨髓院檢查 應該是可以不用啦 但是 醫院的醫生是很熱心 他也怕 沒有盡到責任 怕你找他麻煩 所以 整個都做了 入院要發燒 這個很正常 醫院就是大感染源 那 要穿一個 薄薄的衣服 開冷氣 要感染還不容易 所以就跟他做了 其實當初本意就是說 住院休息讓他好一點 我們就接回來 我床也回來了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問題 可能做到嗎 如果每個人都是想要去醫院休息 那 急症的病人 要需要闖的人 怎麼辦 這個問題怎麼解 現在可以解 現在認識我們美麗主持人 我就知道可以解了 如果有日照中心 晚上有小規模多機能 這個問題就解了 問題那時候我也沒這個知識 我會人也不在那個 所以等一下 我後來會孕育到我對長照 去照顧 怎麼樣去精緻化 這麼周遠 是從我父母過程中學習來的 每一關我都克服了 然後慢慢想說 要怎麼樣會更那個 好 那做電腦斷層 電腦斷層你看 他本來睡覺 他本來睡覺不好睡覺 都擦一層 又沒力 又去放在那邊 又放一層 又放一層 又搬來搬去 又去做電腦斷層 又做核磁公正 這痛就哀哀叫 本來是沒力而已 現在我插個疼 你看 他都倒彎彎 現在沒力嘛 沒力 我們就放一層 然後 還沒力 還沒力 所以他疼痛就不舒服 不舒服就 就哀哀 那個不舒服 然後 那醫院就給他打子痛針 子痛針可能 又給他有一點麻醉的成分 子痛針可能給他有一點麻醉的成分 好像比較 比較不靈敏 變 變嗆道 變肺炎 本來是肌無力說要去那裡休息 他就說變肺炎 肺炎之後 控制不好 還要變老人 老人是怎樣 說的 茫茫 眼神呆滯 不知道在說什麼 語無倫次 有些人亂拔 鼻味可能還被約束 有些人亂拔 那後來又控制不住 又感染 然後又尿不出來 尿不出來 他本來就是 本來就 就 射性肥大 皮尿了 現在又尿不出來 哇燦 怎麼辦 放倒尿管 結果這一放 到現在 拿不掉 拿不掉 我想要幫他拿 費勁的那個 拿不掉 還有一度危急 這是我自己 我是醫護人員 我親身的經歷 我住台南 他在 這是很傷腦筋的事情 所以以後 我的兒子不會讓他住我太遠 結婚就在台南 不要 不要 可以 那以後 財產 我再給公益的那個 能夠照顧我的 給他 你也不照顧 也不跟我那個 那你就享受 我的福利又少一點 但是我們幾個 長輩想得開 就想 要欺負孩子 欺負孩子 結果他也沒辦法 好好照顧你 就又在怨了 怨說 啊 佛陀 你還不幫我幫忙 我不是來這裡 當做志工 我還有在幫你擦拭 你 真的要有 要有覺知 要有智慧 要不然 你只要亂亂 你還要期待 第一節課有來的 請舉手 因緣說的 積極在幹嘛 要 要自己去 去克服 而不是消極 因緣說應該是積極 你不覺知 你就等待 等待是安慰你 如果你是八九十歲 你就沒辦法改變 那我就安慰你 但你如果改變 那還是要改變 才是正 才是 正確的方法 後來就危急 你看 本來表情是 本來表情是這樣 現在就 你看 就很虛弱的樣子 我媽媽又覺得困惑了 無助了 她又怎麼辦 又去請教神明 我們就對神明都很尊重 我到現在也是一樣 我都把她當作是長輩 長輩 長輩講的我們也可以不接受 但是長輩 但是我媽是一樣 我是等她當長輩 她是把她當作 武力的那個 但是我仔細去分析 人家神明也沒這個意思 都是她自己的想法 不然我們等一下問大家 大家很多是佛教徒 每一個人的佛陀世上 都不太一樣 你敢拿出來好好來 我們來驗證 說你佛陀的這子是怎麼樣 我們來驗證 那神明就說 這可能大獻了 大獻了 你如果照古代來講 大獻了 這時候回去不是也很 家庭小孩都聚集 然後再陪伴 這樣走掉有時候 也算不對 但是我觀察大部分人都覺得 我想要活下去 你總有一天你要離開 你到底你想要用什麼方式離開 所以平常就要很珍惜 跟家人在一起 隨時都應該準備要走 這樣你才會比較坦然一點 那我就跟我哥哥講說 我覺得是感染控制不好 但是西方醫學 我上隔月講 它的常數在哪裡 外科急症跟感染控制 這個明明是感染的問題 這個明明是西方醫學的專長 這要控制不是在西方醫學 不是在打屁股 但我也不敢 神秘都這樣講 我只要跟他說 我覺得有機會 所以我就跟主治醫師討論說 是不是換個抗生素 因為就我的經驗 認了一個疾病 他只要控制住 他都 大概三五天 你就可以覺得 很有效的改善了 所以你看我診所 到我診所都說 到我診所都可以自信 兩個禮拜要好一半 或者有感的改善 沒有改善就另行高明 我不會像某某柯說 你要復健三個月六個月 不行 再三個月六個月 不會 我個人心裡的疾病 任何一個疾病 你真的 對 三五天應該就有改善 我是比較保守 我都說兩個禮拜 所以我看我父親 我覺得明明是感染的問題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就跟他討論 事實上 醫院 我們醫學中醫還好 那個中型醫院 他根本沒有住院醫師 主治醫師又要看診 又要開刀 他一個去那個 然後就 那個助理員吧 那個就資深的專師 他就照今天就給抗生素 他又不敢隨便調 調又要照會 那個折騰起來 就三五天就過去了 他討論說 不然就順其自然 他又不敢 醫生又不要 你到醫院 不給抗生素 或者是那個 我看他也很有壓力 不然我們就要把抗生素 調整 後來 真的調整過來之後 他本來眼神 那個混沌的 腦炎本來就眼神就呆滯了 所以大家看到都覺得很害怕 都覺得這可能很危險 事實上是很危險 問題是 我控制好他眼神就好 在西方醫學感染就是他的專長 所以連那麼複雜看起來 我們也都控制起來 但是 後來醫生就跟我講說 要有心理準備喔 可能要一直臥床 就像那個 案例一 案例二 因為他們都 他們都覺得是脊椎的問題 是感染的問題 他們都想到那麼嚴重去 所以他們認為是這樣 我心中覺得 應該不是 但是 再也就做實驗了 他說要臥床 那各位你可以接受 晚年的時候 你要臥床多久 要臥床多久 要臥床 要臥床 覺得可以接受 晚年臥床 一個月的請舉手 一個月 一個月 各位你是覺得太多還是太少 哈哈 覺得太多的請舉手 覺得太少的請舉手 那很多人要臥床 七八年 據統計喔 據統計喔 據統計就是 一個人從 到走掉 要大概 八到十年 他不只是臥床 他有的 就私能 就需要你知道 付半節半節 吃飯的人幫忙 那也算私能 臥床的 很長很長三五年 也到有人在 覺得一個月都 不能 都不能接受 那你要怎麼辦 征必然 順其自然 穩定之後是這麼虛弱啦 穩定了之後 不能快散啊 他可不可以說沒辦法了 好啊後來呢 後來回家 現在可以走得這樣啊 愛強的 愛堅強 不可以縱容他 愛他訓練 每個人都要拿著他就不走 就都倒掉的 不可以啊 嗯 那還要有很好的 那個支援系統 剛說的 支持系統 支持系統是 在我看來醫療過程 前端最簡單 醫術最簡單 反正我開完刀在 就是你的事情 多少人照顧得好 後面的支援系統 你看 那幾個月 請一個看護 現在一個看護 要多少費用 三千 一天三千 以前大概兩千四 現在可能要三千 三千 天啊 一個月 五萬 一天三千 薪水 我跟我哥各負擔一半 要看他怎麼受得了 住了也是要的 要家庭的支持系統 最後 還可以跟孫子這樣吃飯 所以呢 怎麼要有生命尊嚴 我感覺 要可以走路 不走路 躺在臉層 很麻煩 躺在臉層 這麼多躺在臉層 你也要自己回來回去 要不然 你可以感受到 他說生不如死 那種感覺嗎 你躺看看 你躺三天看看 不要讓你躺一個禮拜 躺一個月 你就躺三天 你看書 看你能不能 從此心靈 那個獲得解放 讀佛經 讀聖經看看 佛者能夠有天冷之樂 不是很棒嗎 我覺得 要做到這樣要素 才有生命尊嚴 所以從我父親的案例 我學習到了 那個 認識姬 姬無利 我們來複習 姬無利姬少症 怎麼樣去預防他 要營糧 要運動 就這兩個要素 平常大家 在座的長輩你們 大概活動力都還好 你們只要飲食均衡 我是覺得就夠了 但是 剛講葉老師講的那個 他已經衰落 他已經 肌無利產生了 這時候 你的營養這樣不夠 你要比較精緻的 蛋白質 他才能夠幫忙 所以這時候 你可能就要到診所 請教專家 看怎麼樣給他一些 適當的配方 讓他在兩個月 其實我覺得那是黃金期 你如果想要幫忙他 你就越早幫忙會越好 你越晚幫忙 也是有 自立資源就是 很多就是弄到 一塌糊塗 或到他那邊 他也是有辦法 讓你慢慢自立起來 但是你要花更長時間 他現在是你有沒有那個好的家庭支持系統 還有經濟情況 結果 結果後來 好 比較穩定 我媽又去問神明 她說 不是大信了嗎 那神明怎麼說 神明說 孝心感動天 那我就不相信各位 你孝心沒有 比我差 我 我感覺大家 你對你的父母跟我 對父母的那種感覺都一樣 所以孝心夠不夠 不夠 還要再加上醫術 所以我跟各位介紹 我有哪幾個專長 所以說 要把一個人弄好 沒那麼簡單 你看到從不好到好 你要花多少心血 你看 第一個針灸 我的專長 對不對 有哪幾個人 可以這麼幸福 還可以躺著看電視 然後來針灸 躺著可以針這樣 那針灸不計成本 那真的是不計成本 那父親嘛 我針灸 我針灸本來就 很有經驗 很熟悉 而且是不計成本 然後再來 熱膚 上隔月有來的請舉手一下 我說 現在就只剩兩台 一台在我家裡 再來 要使用的大概就未來 十年跟我共 健康共居 我就一台給你自己去保養 保管 這我發明的專利 如果沒有熱敷儀 我覺得電熱潭促進尋覽也有幫忙 應該要有紅外線的功能 我喜歡用熱敷儀 我太太覺得太重 所以我就幫忙準備了一個電熱潭 有紅外線電熱潭 保暖就促進尋覽 第三個呢 按摩 花了最大時間 你看我針灸最多一個禮拜兩次 禮拜三不要看整個回去 要假日再一次 按摩才是正途 按摩在家 復健讓他走 按摩是讓他柔軟 這是我們請的那個看護 都要協助 我都會教他 所以下一堂課 這就是下一堂課要教的了 所以下一堂課各位就看我表演了 我接受挑戰 我真的是接受挑戰 我真的是接受挑戰 我當然也樂於建議 比我還熟悉的 那我就再跟你學習 但是目前好像不多 接受挑戰 醫師也可以 其他人也可以 所以你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歡迎來指導 那這個是後來我們又請移工 所以這照護人力 你看我哥說 這個真是被 父母被我救了 因為我的關係也很好 這是元寧的仲介 他還是幫我找到移工 你那時候要找移工 去的時候也是很難 你看 他按的技術不好 但是你可以看出 他 他很有心 我們如果找到這樣照護人 你就值得了 我家小孩回去一樣 你們有沒有教小孩 要跟阿公按摩的 你們有沒有教小孩 我們家要餒 我自己有教他 他以後才會跟我按摩 不然你現在不教他 所以我們小孩 沒有好好對我們 我們自己要不要負責任 要嘛 你怪佛腿沒用 佛腿沒教你說 那個 叫你不要教他 是你自己不教 然後又怪人家 所以我們的那個 移工 他沒事做 他就看我們在做事情 他也不好意思 他就順便幫阿嬤 所以那額外的服務 他應該照顧我爸爸的 要把移工當家人 要把移工當家人 你看 我能夠照顧我的父母 一個禮拜一次 正常啦 我醉醉一個禮拜一次 人家是整天24小時陪伴的 所以要感謝 那個佳芸大姐有沒有來 這佳芸大姐是很了不起 他媽媽是在那個 個案二人 在安養養護機構 他絕食抗議 說 再不把我借回去 我就不吃了 他捨不得他帶回去 他們家還有其他人 但他自己承擔起來 但是我們的長輩不一定 就感謝 其實應該要感謝 他不知道多少 接不回來 十個有九個半 要接不回來 只有你們家才接得回來 居然兩面要接回來的 我的觀察是很少 但是 我看 老菩薩不一定對移工 感謝 我們心態要改變 人家真的是來幫我們的 比我們的親生小孩還好 各位 你有幫你的父母洗澡過請舉手 你有好好陪他睡個三五天的請舉手 整天都陪他 大部分是沒有 都是必須要靠人家 所以慢慢我也是想說 做一個人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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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制度變好 優質的 讓人家遠地來 我們要好好照顧人家 感謝他 給他好的待遇 好 哦 這按摩 這是下 我們這場地有限 所以下個月可能只能聽年獎 聽我表演 不過再來 我們那個志工 我們的志工 還有我們那個在職班的學院 我就會個別指導 我說按摩 其實我哪會給你按摩 我又不是按摩師 我是調整 我骨架調整 所以是下個月的主題 我們中醫部還請我去演講 叫演講氣功 我不好意思 講說我學習的歷程 網路上有影片 你打奇美醫院 然後賴醫師學習中醫的歷程 或者是打氣功介紹就有 從照顧我父親 這是我父親隔壁 這樣臨終的方式也給我很大的震撼 我們之後怎麼樣去克服這樣的問題 我想在第四堂、第五堂、第六堂課 生死的面對還有自主權利法還有理想 我們在好好討論這個問題 從我父親這樣照顧過程 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照護的人很多都經驗不足 各位去醫院跟看護相處過的請舉手 你覺得他今天很豐富 很值得你信賴的請舉手 觀察很多的經驗不足 訓練不足 再加上最重要的一點 熱忱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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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大部分就是要服口 我媽開始爭執 我把我的心態調整到跟我媽一樣 他會覺得 我自年輕人賣命一碗五塊 一天賺多少而已 你這樣只賠稅 然後就兩千事 有的還要那個 叫你協助按摩 你說不關我的事 會覺得是不關你的事 但是不夠厚道 我個人認為不要二十四小時 我個人認為不要二十四小時 問題是 他們大部分都要二十四小時 你真的工作 我們這樣工作的老闆 你在我整所工作 你可以說輕輕鬆鬆這樣那個嗎 不行啊 為什麼他們可以跟著睡 你在工作十二小時就要好好工作啊 做不到啊 然後結果把我爸味道嗆到 然後我爸爸後來就感染了 他應該也是有貢獻的人 造成的人之一 結果他說 喔很差的很差的 不然沒有啊 這樣我也沒辦法睡了 結果 我在台南 我哥在台中 他在彰化照顧我媽媽 隔天就說不幹了 天啊 那怎麼辦 政府有沒有這個機制啊 不是應該照服務員 去做就像我們診所 醫生上去 你就登陸嘛 看你的那個我們來考核他 不是應該要這樣嗎 政府看到這一點了嗎 只有我有這種感覺而已嗎 只有我有這種感覺而已嗎 我比較雞婆 那這個問題有沒有辦法改善 有辦法的請舉手 覺得很難的請舉手 大家都不表示意見 大家都不表示意見 很難啦 為什麼 因為人力不夠 就人力不夠嘛 你怎麼要求他 你在要求他 那時候我不跟你做 我做別人啊 我安心還多的事 你怎麼改善 無解 我個人就覺得 這應該有人做啊 哪一個公益團體要去做啊 沒有 沒有 所以我 很勇敢的 我又去拿到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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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的 就 就服務 就那個什麼 就那個什麼 就業服務的證照 以及 喔 我有兩個證照 我一個證照 第一個是秉級 叫做廚師執照 廚師執照 第二個是 以及 所以 以後我有機會 我可以整合 這個 外籍的 照顧人力 或不只外籍 那本國的也可以 人力不夠 那再來 我們休息前 廣告一下 人力不夠 再來就是要培養 培養 我們 更多的照顧員 你只有更多的 這些 經驗不足的人 他才要 要不要改 那個 就像現在 律師 法官 醫生多 診所多 那你要生存下來怎麼辦 比較認真 你要把你 服務 要好 效率又要夠 這樣才好那個啊 那我們改 改進這個部分 就 協會就 下個月會辦那個 照顧員訓練 好 啊 啊 覺得各位 有機會要來參加 啊 試院也應該要參加 一位 因為我們的長輩 也會年老 好 照顧 這樣就 因為 你還是照顧嘛 但是因為你有證照之後 你照顧 就 政府就給付啊 不然你就只能做義工白工啊 嗯 啊 所以 每一個家庭 那個 應該都要有一個啦 那 這個 方案是給那個 勞動部的經費是不用費用的 但是他前提就是 我這一個班級 我們協會這個班級 是給那個 沒有工作的 退休老師也可以 只要你現在沒有工作就可以 啊 受訓完 他要經過鄙視口試 然後徵選 適當的人 是讓你在經過受訓 受訓完 如果那個通過 那錢就退給你 幾乎 都會協助各位通過啦 好 除非太誇張 不肯受教 那當然沒辦法 所以報名大概 如果我 覺得 應該就要 就要準備報名到4月11號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